十一街的感動時刻 今年一條街的概念 這一回我們持續帶您在苗栗 師壇觀察他們的產業 在當地很多業者 已經轉型成為了生態教育農場 教民眾DIY 產檢花 同時還要煮桑葉餐 今天透過鏡頭 我們帶您一塊來逛逛 苗栗師壇早期殘業盛行 殘桑葉的輝煌 串聯起在地休閒產業 桑花 白色的做桑花 殘檢花的教學 白色的殘檢 顏色就和客家的油桶一樣的雪白 只要檢出五個花瓣 就像五月雪在線 我就想說要把它變成那個油桶花 就自己想辦法去檢 檢一坨那個油桶花回來 我就照著油桶花看 我看了我才自己去檢 檢很久才找出原理 農場裡殘檢最多了 老闆娘所幸教人DIY 又對客家莊最常見的油桶花 情有獨鍾 所以和大家分享殘檢油桶的美 至於農場裡面的嫩桑葉 還有別的用途呢 嫩心下來的第三片跟第四片這樣 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的葉片 最適合油炸 桑葉包裹著炸粉 下鍋變身了 產寶寶吃的人也可以吃 切過的桑葉混入蛋汁裡 變成了客家烘蛋 這個桑葉茶已經豐培完了 至於桑茶葉則是做成了客家豬腳 我要利用葉子的香氣燜豬腳 我現在快進去泡到石潭的桑葉茶 石潭沒有科技工業的進駐 大自然是最美的資源 當地民宿發揮在地優勢 在能遠眺景色的高台上 裝點出客家民宿 舒適的環境中泡一壺桑葉茶 品嘗在地味 來品嘗我們的桑葉茶 然後大家一起聊聊天 一起聊聊天這樣子 交朋友 吸這個新鮮空氣 可以完全的放鬆 心情放鬆 石潭的悠閒午後 不必急著造訪知名景點 殘桑的故事和過去 會在平民的片刻裡 遊走進旅人的回憶裡 五月雪朵朵綻放 詩潭蚕折射奪目光澤 迷惑旅人的心 一片桑葉 一味天然清爽的 客裝夜裡的感動時刻